龙龙鼓声震撼人心 为浩瀚父母恩音乐首以舞台剧掀开序幕 浩瀚父母恩音乐首以舞台剧在吉隆坡静思堂上演 两天三个场次性超过2700人前来观赏 千古佛典以现代方式演绎 跨越语言与年龄隔阂 可能我自己现在还年轻 还没有为了父母 所以无法感受到 但是刚才看完那一幕舞台剧 我特别有感触 感觉到我父母养我是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应该听他们 因为他们都经历了不同的部分 他们都经历了不同的部分 所以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正确的 我来自一个家庭 我们真的没有告诉我们父母 或者我们爱他们 有时候我怕这些太晚了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开始 戴剧场《清风无痕本尊》 郑青发也在场 城市台上演艺人员的他 如今重温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演艺感动现场观众也出动台上演艺人员 参与演出的有大专院校生及本地艺人等 我们每次讲青少年都很叛逆 叛逆不是借口 没有说青春期就是应该要叛逆 我们其实应该适当地体谅父母 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就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惭愧的时候 有一点在避开和他接触的感觉 但是现在渐渐就通过这个演出之后 会有想多给一些耐心自己的家人 我也是个妈妈 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得 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有爱心的孩子 非常有爱心的年轻人 年轻人挥洒青春 用父母给予健康身体 弘扬孝道发挥生命良能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忘带着神经